好 近日呢 以色列健康机构跟两所大学合作研究发现 辉瑞BNT次世代疫苗的加强剂 可以让长者染疫之后住院率明显下降 死亡率更是大减86% 据报道 以色列大众健康服务机构与两所高校研究人员 共同研究辉瑞BNT次世代疫苗效用 并发表了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 65岁以上已接种两针基础剂疫苗的年长者 在悬打一剂辉瑞BNT以阿玛库让变异株开发的疫苗作为加强针 结果显示 长者住院几率大降81% 死亡率更是大减86% 这项研究在去年9月底至12月中旬 针对以色列62万2801名 年龄65岁以上符合次世代疫苗又呈双架疫苗作为加强针接种资格的研发族群调查分析 其中85314人已接种双架疫苗加强针 约占14% 研究报告指出 加强针选打次世代疫苗的长者当中染疫后必须住院的仅6人 为接种者则有297人 加强针选打次世代疫苗仍不幸病故的长者仅1人 为接种者则有73人死亡 以色列COVID-19死亡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原本就偏低 不过研究人员强调 这项研究结果仍有重大意义 老年人接种次世代双架疫苗过后70天内 因感染COVID-19住院死亡的几率 均比未接种次世代疫苗者低了很多 次世代疫苗锁定原始病毒株 与阿玛克朗的亚变异株BA4和BA5研制而成 近来各地科学家均持续观察这种疫苗 对于阿玛克朗另一个已成最新主流株的亚变种 XBB-15是否也有同等保护力 XBB-15去年12月间已与美国快速散播 至少超过四成患者感染这个亚变异株 中天中旺 整理报道